我们一家访问人 各位晚安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一家访问人 我们节目啊 就我们这客厅里所邀请的人啊 跟另外一个客厅邀请的人不太一样 是 像客厅叫做国光 什么客厅 像里面的孙鹏啊 陀中康啊 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 曲忠恒 他们所邀请的来宾 女来宾都很多是辣妹 对 都是辣妹 我们这客厅呢 因为有一位才子 梁克群先生 他所介绍的这个 所谓的一些女性呢 很多都是奇女子 或是才女 上次介绍了 这一群 景花 哎呦让我们大开眼界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引起了社会广大的回响 有好几个景花 后来去上电视 还上新闻节目 你知道吗 不景花这个是很棒的 但是上新闻节目 可能就有事发生 还是少上点新闻节目比较好 对 今天呢 今天我们也是要介绍 几位女英词 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因为呢 最近这个航空业不是复苏吗 求财若渴 比如说机师 以前只有男机师 你有听过女机师吗 看过报道 但是没有亲眼目睹 是不是 对 你有听过 你不要晃 那镜头没办法带你了 赛车手 你有听过 女赛车手吗 女赛车手也是见过报道 没有亲眼目睹 是不是 修车师傅 你有见过女的 欧手吗 有听过报道 但是没有被她修理过 是不是 家里是营造的 她是营造千金 你有看过女工头吗 这个我倒 看过女工头 但是说 少于35岁以下的 还真的没看 没有 真的没有 对不对 你是怎么会认识 这么多奇女子呢 不是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家说物以类聚 有才华的人 跟有才华的人 他们就会互相的吸引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聚在一块 我们早上欢迎他们出来 好 一蓝先来讲 欢迎 欢迎四位女英词 有请 朱柏林 高雄一大毕业 去选择当一名 翱翔天际的飞行员 沈佳颖 本是外景主持人 一次外景让她展开了 意想不到的赛车生涯 黄玉婷 天美的修车黑手 玩车的狠借儿 可是会让你想起恐怖的女暴君 黄曼怡 长相清秀的她 竟是为精通钢筋水泥的公投美女 这四位奇女子 为什么要选择男人在做的工作呢 所以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让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说他们是怎么一个姻缘机会 怎么会进入这样的行当里面 对 对 机师 您为什么会想要从事机师的工作 台湾几个机师啊 女机师 我们公司的话 是总共一千个机师 那女性占有五十人 所以大概五百分钟 算是航空业蛮多女性机师的 五成呢 对 五百分钟 厉害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女机师呢 很久以前就有了 二十年前就有了 OK 所以我们刚才小良问的问题 你还记得吗 叫我一打岔之后 马上很记得嘛 让马上恢复机 对因为柏林跟我一样 从小出生在军人家庭 是吗 是 对我爸爸是空军 对 空军有修飞机的 有开飞机的 我爸爸是属于 我爷爷是修飞机的 你不要吵 你说什么 我爸爸是研发方面 就是以前航发中心的 研发飞机的 对 那也是属于空军的一部分 当然 对 那从小就是耳濡目染 那其实小时候 我有想过重军 那我爸爸 你住哪里 我住大雅 清泉港旁边 台中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看飞机 起起落落 对对对 小时候是想当飞行员呢 还是想嫁给飞行员 这两回事 想开飞机 我是想嫁给飞行员 真的啊 因为觉得很帅气啊 帅气帅气帅气 那那个时候 你小时候有听过 女妻是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 加上那时候爸爸 可能比较不建议我去重军 所以我之后就念 医学相关科系 就读医学院 对 功课这么优秀啊 没有啦 你看你丢不丢脸 同是军人世家 你看我大学毕业 人家读医学院 你 对不起 你大概不知道他的背景 刘美 没有拿到文几 看不 几乎每个礼拜 会出现一次 对 想我没有文凭 对 后来中 医学院嘛 对不对 我就要提醒大家 读书要拿到文凭 怎么应援计会 然后后来又会考上机师 对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呢 好像有做过一些行业 我有做医学研究 分别在中研院跟马杰 那很好啊 对 但是医学研究 也是拿到文凭之后才能从事医学研究 是 这个一定文凭很重要你知道吗 最近有人倡导说文凭无用论 无聊 林百里先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对 然后之后 因为就是从事在实验室的工作 那实验室也是朝九晚五的 那在实验室你也知道就是那种空间 那我发现慢慢觉得自己个性不太适合 你说那时候一直做实验 就看了仰外外面的蓝天白鱼 会不会这样 会 真的 所以就觉得想要 然后又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公司 有在招募机师 而且是女生的 哇 有女生也可以当机师 所以就去报考 真的啊 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很重要 身高是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唯一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就是脱衣成绩 英文成绩 然后再加上就是 可能一些简单的体检资格 这样 脱衣成绩要多少 六百五 哦那很高哦 哇 六百五可以上很好的学校 而且可以拿到 在美国可以拿到文凭的 文凭很重要 真的 六百五很高耶 对 所以就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矫正后 视力 一点零 矫正后是 是雷射 手术可以吗 是可以 然后像 韦中哥戴眼镜也是可以 我没有戴空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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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影线眼镜也可以 影线眼镜也可以 就矫正后就可以了 哦 非常不会很难 门槛没有非常高啦 除了拖曳成绩之外 嗯 不这里面你要去 你要照顾要去报考 这心理素质要到一个地步 比如说 你那时候去报考 你说你本来爸爸 不用你去当pilot 不用让你去考飞行员 那这次让你去考机师 经过那么多年之后 你爸爸那边要怎么说服啊 我爸对于民航机师这个 非常开心 你爸是怕你 他非战斗机 对 民航机师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哦 那我们报考就是刚刚讲的两项 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 像第一关就是初试 纸笔测验这样子 纸笔测验就是可能会考一些 性向啊 那有些基本的比如说 你的空间概念 然后记忆能力 记忆能力 对 短暂记忆能力 什么又有短暂记忆 就是什么训练 左脑之类那种东西吧 嗯 就是比如说它可能 题目考试可能一个slide 然后上面一个图形 然后一个数字 在跳过很多张slide之后 突然又回到这张slide 问你是什么数字 嗯 对 这个对考机师来讲 为什么重要 哎 上面都是蓝天白云 又不是说这边有航数 要中正路右转 怎么可能啊 哦 因为我们在飞行的时候 其实是一次要做很多事情 那航管有可能突然给你一个指令 那你就要马上记下来 并选择实行它 嗯 对 然后还有在像心算的能力这样 哦 心算能力 嗯 嗯 为什么 心算它其实也是一种测验啊 就是看你的反应 对 对 看你99层法表没有背好是不是 还好还好 我们那个时候有背99层法 哦 不是那你它有没有几个数字 最大到几个数字 你说考试的时候吗 对啊 就大概两位数 哦 两位数 那还好啦 拜托这个 跟我心算小神同比 这怎么比 你心算很好吗 当然 当然 那我们今天 韋东哥我们来PK一下 我是把一块钱当一百块再用的人 我心算好不好 是 哦那一定很好咯 不如就来和我们的美女机师 比一比心算吧 第一题 9乘12 这太容易了 325 460 11 哎你还在旁边 9乘12 用心算就好 下一题 13乘15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做笔记啊 别闹了快点来 下一题 你别闹了 21乘11 21乘11 小梁这个你不难吧 你留学过美国 不要再闹他 他都算不出来 下一题 下一题 7乘14 这个放水 放水快点快点 这场心算大赛 总共六题的两位数成法题 究竟谁能够全数答对呢 请翻开你的答案 第一题 9乘12 答案是108 谢谢 答对了 自己打一个勾好了 哦 再改 打勾 打勾 好来 第二题 13乘15 答案是195 你这个是什么 不是能闹我 是 好吗 错好不好 这不是刚刚有人在打扰 第三题 21乘11 答案是231 是不是 你看没有人打扰算得多 第四题 7乘14 答案是98 再来 4乘19 答案76 13乘18 答案是234 小梁哥还不错哦 这个很简单啦 那额外加考一题 99乘68 心算 这不能写吗 人家在心算里用写的 时间到 时间到 请分答案 快点 他没有他没有在上面做那个记号哦 99乘68 答案多少 答案是 6732 答对 小梁哥是4752 不是 超了两千块 你一直干扰你知道吗 看一下摄影师 1 摄影师1 她说 6701 你超什么摄影师你 把你开杯酒给我惨了 我告诉你 我很厉害 而且最后一题我们的 女机师她是没有在上面算 你认识算得那么 还475了 太厉害 谢谢 太厉害 不过想当一名机师可不是会心算就好 总共还要经过4个阶段的检测 这个设施它其实有4关 第一关就是刚刚讲的直笔车眼 那第二关就是 非那种 模拟 类似那种打电动这样子 就是它其实也不会太要求你 因为你也是没学过这种东西 那第三关就是面试 中英文面试 那第四关就是综合评估这样子 然后成功之后就会把你送到国外去搜学 国外就一年回台湾再一年 对 听说还有一些性向的测验是 是测的你是男的还是 它其实就是测你适不适合 当机师你的这个人格特质 适不适合 Aptitude 现在是副机师吗 对副机师 那薪水可以问吗 薪水大概完训后 十万以上 看你的年资 满满的调整这样子 那大概五 如果五年大概多久 多少价钱 五年我想大概有十五万以上这样子 那如果证驾驶呢 证机师呢 证机师就二开头了 哇 你副机师做多久了 副机师做多久了 五年 做五年呢 对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升到证机师 我们公司平均七到十年 可以升到证机师 看你个人的状况 这样子 你现在飞什么机种 空中巴是330 340 哇大的飞机 330 340就是主力机种 对我们客运的主力机种 哦 所以你还有大两三年之后 就升主机师了 好厉害哦 有可能吗 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 哦 小梁哥也去考 太棒了 小梁哥 你们服装就是这样子吗 对 完全就这样 你站起来我看看好不好 哦好 那裤子为什么要穿这么快 你们可以穿高跟鞋吗 最好是平的 因为我们要裁肚 哦 你是不是 即使也是戴那种帽子 大盘帽 我们是 女生是类似海军帽 没有看过 哎 这帽子相当别致 你看看 好漂亮 一个老鹰这样子 嗯 你能不能稍微戴段我看一下 小梁哥戴好了 小梁哥不行 他不行 他会那个 对 我今天 我把它梳起来看 我看你戴 是 哇 好帅哦 是不是很适合 那救一下 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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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in trouble 哎 这个帽子是国际标准型的吗 应该是 女性是国际标准型的吗 对 因为男的就是大盘帽 国外好像女性也都是戴这个 你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子设计 比如说两边为什么像牛仔这样掀起来 它好像只是可以拉下来的吧 这可以拉下来 不行吗 可以吗 不行 可以 不这样戴就有点耸 你戴看 来 是不是感觉 对 对 这样不太 fashion 对 对 这样折起来 平常都是折起来戴 对 好帅啊 对啊 好过瘾啊 这个 就像那个李奥纳都演那个电影一样 那个机场走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看你的感觉 对 会很骄傲吗 嗯 习惯了啦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看女生机师这样子 习惯了 不在飞机上 什么时候主机师会说 Jubilin 副驾驶交给你了 这种状况有吗 你说现实飞行的情况吗 对对对 其实现实飞行 我们副机师都是也是要飞的 对 对 政机师跟副机师都是工作室差不多的 只是政机师他必须要扛着任做决定 这样子 哦 ok ok 对 所以起飞跟降落都是两个一起操作 一起操作 怎么样一起操作 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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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 超重感不好意思我比较重感 对 就是可能一个人飞一次之类的 就是你今天飞到香港 那我飞回台北 哦 这样子 谁负责主 主飞 这样子 主驾驶飞过去 你飞回来 这样子 OK 不你的先生也是 对我先生也是华航的机师 哦 你们是 是同一期吗 他没有他之前的学长 那就是进公司认识的 哦这样子 哦 他用一些公司之变来追求你 对不对 公司不管这种事情 他是在教导你的时候特别细心 我给你讲这个 朱布林 讲一下 啊 好棒 因为女精师这么棒啊 他马上变成小女孩子样子 是不是 好可爱啊 啊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 嗯 啊 你这么一起 后导那个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没有 飞330340重大飞机 她太凶了 啊 太可爱太可爱 但是我们被不同机型啦 所以她也没有办法教导我 怎么飞 飞行的园 你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要这样 然后按这个按钮 就是 哪像这样子 对 然后抓你的手说 我们的手要稳定 就这样 结婚多久 三年 有小孩吗 有一个 快两岁 哦 所以你那个生的时候 那怀孕期的时候 多久不能飞了 就知道怀孕之后 然后我大概停了一年两三个月这样子 一年两三个月啊 对 那复航其实是需要一些过程吧 对 还要再去做一些训练 这样子啊 模拟机的训练 听说你小孩生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开飞机的样子 好棒啊 很酷 小女孩还是小女孩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朱柏林的工作情况 与她开飞机的英姿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晚安 这是您的副机长朱柏林 柏林操作仪器时的专注神态 是不是让你刮目相看 能不能立刻搭上由她驾驶的梦幻班机呢 我是朱柏林 欢迎搭乘用我为您服务的班机哦 听说你们有时候都没有什么赞助 自己就自己画点图画就好了 对 就是我刚开始在台湾比方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真的没有赞助商 就很可怜 然后怎么办了 没有赞助商 当出门的女赛车手 她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沈佳莹 她进入赛车界之前呢 原本跟我们是同行 我之前是最早 刚开始入这一行是在黄金传奇 当蓝队的金仙子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 因为我本来从小就是好动了 小时候爸爸教我弹钢琴 然后我是在钢琴旁边椅子上睡着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静下来 如果静下来就是除了睡着没有别的 所以就是一直都是比较向往活泼一点的工作 那刚好音乐机会就当了这样的一个外景主持 那个时候也刚刚好签了一个经纪公司 那有三位师兄跟我们三位师妹就一起去主持了一个挑战的节目 那那次挑战节目就是刚好是越野吉普车挑战赛 那一般都是一男一女这样子一组去开 然后男生载女孩子 可是刚好我们这一组是我载另外一个男生 因为他不会开那个手排车 连自排车都不会开 就我们还第一名 那刚好就有一个教练就是 你还蛮有天分的哦 第一次开就可以开这么好 那有没有兴趣去担任车手这样的一个任务 你是不是那种很甜美的女孩子平常都没什么脾气 可以坐上车子之后 就突然眼睛冒合了杀气 有有有有有 有一点有 你也是这样子 不是 很多女孩子是这样子 平常反而平常脾气能够发出去的人 他拿到韩东路的时候他比较害那什么 有时候你也这样子 真的觉得女生应该是这样 这根本不是女暴君嘛 笑声这个想开心上 真的想 就一是就不能 男生都会这样 妥瑞是正有一种那个驾驶的妥瑞是正 最好不要有录影 不然会录到很多不堪入目的 你是属于这样子的 稍微一点点 很有意思哦 我老婆也有一点这样 不知道平常是被压抑还干嘛 我一定是被压抑 你不需要 好 你稍微稍微一点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就发现你这方面天分 对 然后就开始接受训练 就踏上车手的训练这一图 不过怎么说你是台湾唯一的什么女赛车手 有此一说吗 应该是说 比较有在国际的赛事参赛的 对 你现在参加多少赛事了 从国内的有房车赛 然后国外有越野赛 吉普车赛 还有像是短道拉丽这些 都有在参赛 你觉得最刺激是哪一种 我自己特别爱是吉普车的越野赛 非常爱 吉普车的越野赛 对越野赛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的观念可能 大家就是看F1 然后就是在赛道里 然后冲得很快 这样子的 那其实国内的房车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场地赛 但是当然等级没有到F1这种等级 对啊对啊 可是我所谓的吉普车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四乘四 就是四轮驱动这样的车 然后它的环境是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那给你一本路书 那这本书它在记录就是你接下来要走的是什么样大概的路况 这就是拉力赛吗 对但是像我去跑的它是 你可能会跑到水里面 你可能是烂泥巴里 然后你可能这整个都是沙 那像在中国大陆还有可能是在冰上面跑的 或者是在沙漠里头跑的 这个是什么比赛叫什么 这种通常都叫做越野拉力赛 是不是每年在泰国是不是都有继续 对 我就是去跑那个 越野拉力赛 那个好辛苦耶 对 因为它跑过体育它很清楚 很过瘾耶 好 那个好可怕 就给你一本你就开始跑 前一天我给你 但是它那个画得很简单 你可能看到就是一个箭头往哪边弯 然后几个惊叹号 然后告诉你这里可能有洞 那里桥断了之类的 但是你要自己去怎么消化吸收 然后到现场 因为它做这本书的大会 它做的时候可能是旱记 可是当你跑的时候可能是语记 那原本这边是你沿着这条路走 可是到那边你看 哪里有路 明明就是一条河 原来这个河上面 都有一条一条电线杆 对 这是这条路 没错 你就要这样子跑 两个人参加 对 两个人配合 它有没有指标啊 所谓的指标是 就是什么 这边要右转 还是这边单行动 不会有这种路标 就是就在 因为它其实是在荒山野岭里面 所以才会在中南半岛 东南亚这种地方 因为它现成的一个天然环境 一个开 一个就是那什么 睡觉 我都跟你有看过 是不是睡觉 很流嘛 你开白天我开晚上嘛 而且旁边人都要陪他聊天 以免旁边那个 正驾驶会睡着 东南亚在台湾会喂冰榔啦 你是说这种吗 一个开 一个 一个做 navigator 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都要那个啊 就是一直要讲 一个要暴露什么之类的吧 那个比赛都是这样子 对对 一个正月拉着赛几天 大概七天到十天左右 对 但是开完一个路段 休息是在同一个地方休息 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因为它是 它有时候是跨国 所以你每天都要移动 可能两三千公里 或是甚至上 有的时候到六千公里 今天不睡的是吧 有睡啦 每天大概只睡 两三个小时算很多了 好 那睡车子是停在哪里呢 停在饭店 我们的饭店都很棒 很高级 五六十一级 那它怎么算呢 它会给你一个最大的允许时间 你每天必须要在这个最大允许时间内到达 你要check in 每天早上你要check in 跟check out 对 然后你在这一段赛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它给你允许 假设是一个小时内你要到达 你不可以迟到不可以早到 如果迟到早到都要罚 都要罚时间 罚时间 对 罚时间 所以它也是告诉你在一般道路的状态之下 你不可以赔车 因为还有一些民间的居民 你不可以妨碍到人家生活 那所以在这个赛段是可以交替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即时赛段 就是真正在里头 可能它你必须要去拼快的那一段了 那这一段的话就会难度很高 对 通常都要七天的时间 对 最少 叫做越野拉力赛 你参加过几次 得奖几次 几乎每年都得 对 有冠军又有亚军 这种是亚 你得奖的是亚洲的还是全世界的 亚洲的 亚洲的 对 它是算亚洲拉力赛 那是在 因为在亚洲举办 但是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车手 都是来这边比赛 对对 它这种亚洲拉力赛 亚洲一年办几次 一年一次 每年的8月 大部分的泰国 马来西亚什么地方 对 就是 台湾没有办过 台湾没有 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 对 所以现在会期待每一年参加 它这个所谓的越野拉力赛 会很期待 但我的赞助商退休了耶 没有赞助商了 因为其实 玩车是一个烧钱运动 真的 那个很烧钱 要有所谓的赞助 对 一定要赞助 听说你们 有时候都没有什么赞助商 自己就自己画点图案就好了 对 就是我刚开始 在台湾比方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真的没有赞助商 就很可怜 然后车队有提供我一台车 跟帮我稍微做一些改装 然后怎么办了 没有赞助商之后 在上面贴一个大问号 就是希望大家来赞助我 那我们车队另外一个小朋友也很妙 他也是自己 不过他跑的就是只是 比较像那种Club的样子的 一个小比赛 所以他妈妈赞助了 上面就贴 对 台湾的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你说你现在退休了 没有没有 赞助商退休了 所以我的亚洲拉利赛的那部分 今年就也没办法再跑了 对 因为一次出去 你光运个车 你可能就要花到 好几十万上百万 光运车过去 不包含你买车改车 甚至你的维修技师 维修车辆等等 所有一切的开销 对 你把你爸妈的反对 你当时来说 一开始 你在啊什么时候 到现在还没跟你父母叫 没有 有啦 有啦 其实有 但是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 所以一开始参加的时候 那时候都不太敢让家里知道 因为毕竟这方面的资讯比较少 然后就是练到一个程度 然后开始比赛 有一点点成绩 有拿到奖杯了 然后再让家里知道说 我现在在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它是安全的 而且我已经做到一个成绩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不然一开始他们也是 搞什么女孩子去玩这种东西 那那个时候也有 有人找我跑摩托车 小绵羊 结果全家人 开家庭会议 极力反对 就因为玩房车 至少是铁包肉 对 那总比你去肉包铁好 所以最后就是 没有跑摩托车 是跑 允许我跑房车 你有受伤过 有 那哪里安全 可是其实就比你想象的 F1那种可能翻车 烧车断哪里 那种安全太多了 你赛最大受伤是什么 最大的受伤 其实也是在亚洲拉里赛 因为那个都是很多 比较险峻的环境跟场地 那有一次就是为了图快 放眼望去感觉上 而且路数上也是高速赛道 就是表示这条路 其实算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是很平坦 但是因为那几天刚好都是 比较干燥 所以胚过去之后 都是一些砂石封砂 那前面车过去 你后面车其实是看不太到 那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 这里是要准备右转 可是有好几个缺口 到底哪一条才是对的 因为你一错 可能你就错了一大片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稍微靠边边 在研究的时候 后面那台车 看不到前面 所以他就整个冲过来 撞了我们的右车 后面的屁股 转了270度 停下来 然后那时候撞到之后 我下来第一件事 他们说有没有怎么样 然后就吐出 不是 这是咬到舌头 有一次差点掉下悬崖 因为我以前开车 我就不知道车子要喝水 然后我就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前面就淹得越来越大 然后我就想 我还在想说 为什么今天雾这么大 所以我就停到路边 然后我就车上找不到水 所以我就 旁边有个缺 悬崖 那个是我们刚好 那边是烂泥巴 然后车子有点侧滑出去 滑出去之后 旁边就是悬崖 那你必须要想办法 拉脚盘 就是吉普车下面 有那个像钢锁的 然后你要拉到附近 能够去支撑 能够勾住 然后让你的车拖上来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 哇 下面好深哦 然后你就要从另外一边爬出去 然后爬出去之后 就想办法去拖 那你还是要踩的泥巴 而且你踩的泥巴是 你脚拔出来的时候 鞋子可能还留在里面的 是那样子的烂泥巴 因为车子才会陷在那不动 而且它已经有点危险 然后再去 爬到很远 走到树丛里去勾那个树 再慢慢把车拖上来 对 是这样 是拍好莱坞电影 所以这多次 而且刚刚那个过程 是由女孩子去完成的 对啊 怎么可能拉得动 那个比赛没有分男女吗 一起跑但是有分组别 就是还是有男子组女子组 你是你组组的冠军 对 如果跟男的一起比 你男的就很厉害了 这比较难啦 因为可能男女先天的条件 还是有些不一样 对 赛车那么多年 有没有改变你什么个性 我的个性吗 我觉得没有 反而让我是更坚持 坚持自己想要的 因为其实在过程中 很多人反对 但是像有一年 我有算是比较一个稳定的工作 收入也不错 离家又很近的 那可是因为 我为了要参加亚洲拉力赛 一次去要去十天半个月 然后我辞掉这份工作 全世界都在骂我 什么工作 办什么工作 那时候我考进购物台 就是购物台的主持人 OK 对 那收入很好 那又离家非常 你其实摸这五分钟就到了 对 对 所以家里把我臭骂了 否则的话就变成利金 现在就开摆 没有 对 然后那时候只有一位 我的整追的医师 他有告诉我说 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的事情 而且是你非常喜欢的 那你坚持下去 你就可以走出自己一片天 全世界都没有人在支持你 而且都在骂你 只有他这样告诉我 那时候就凭着他一句话 我撑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能够让我成长很多 沈佳颖 一个从五光十色的明星舞台 走向中日与危险搏斗的赛车场 她是被同行号称 不带心脏出门的赛车手 不过从她的身上 我们看见因梦想而绽放光芒的美丽 第三位要介绍的 就是这位美丽的女暴君修车手 你看她身穿得这么漂亮 她平常是在修理车子 你想象得到吗 欧臭 你欧臭可以穿蕾丝修吗 其实看个人嘛 你方便就好 但是就是手会比较 女生碰 只要是修车的人 我就手都会黑黑的 然后足足就会受伤 你讲话轻声细语 你好不像修车师傅 可是你这样跟客人讲 他反而会比较听你解释 你看我跟你讲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啊 做女的做修车的欧臭 基本上会不会很多男孩子 他不信任你 会 也是会 比如说 他可能看到你 他会说 你们公司都没有男孩子吗 请男生来跟我讲吗 然后就是一直指引 你要叫男生来 然后你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你就一一解释完 又帮他弄好之后 他可能就会蛮傻眼的 一般女孩子 对这种机械的这种原理啊 还有这种都比较不太了解 对对对对对 比较没有兴趣 对不对 怎么会进入这一个行当 也是当初就跟家瑜一样 就喜欢玩车啊 然后我们就是 可能车界这种地方 就是男孩子比较多 然后男生就会觉得 你是舞着天 就是跟男生一起跑 去欺负男孩子 然后就默契想跟你 取一个女暴君的名字 就我擦 这臭男生 真的 而且我今天 原本看资料写女暴君 我以为是一个很厨房 他讲话出声出气的来 就他讲话轻声细语 所以你跟男孩子尬车的时候 他们叫女暴君 对 然后可能就是一样 就是当你有得名次 或是奖杯 他们就觉得 你又来欺负我们男孩子 这样子 对 就会差很多 然后就因为一边玩车 一边比 那就是我们也要自己 学会修啊 像以前 因为我在保養厂工作 当会计 我之前读会计课 然后就先做会计工作 然后后来保養厂的师傅 因为我自己有开车 我跟厂长说 我那个什么坏掉了 水管破掉什么的 他就没有空 他会把直接工具丢给你 跟你说你自己去弄 然后他会慢慢教你弄 那你不跟他捏呀 还是你的个性不会在 我们喜欢学东西 可能跟个性有关 你会想要去学 好吧 那就学学看 就很简单发现说 其实车子都是一些 基建的东西而已 就是一些螺丝 大部分 你要自己会挑 会拆 就都还OK 除非说很专业 就一定要店家去调整 因为我以前开车 我就不知道车子要喝水 我不晓得要为车子喝水 太多女孩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前面就烟就越来越大 然后我就想 我还在想说 为什么今天雾这么大 然后我就一直开 然后那个烟就越冒越大了 然后我就转广播 我想说 是不是有什么奇雾的报道 然后就没有 然后烟就越冒越大 我就看不到 然后最后呢 是我那个前面 就亮个红色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写什么 路上开一堆人在看 不是 然后我就停到旁边 然后我车就一直冒烟 很危险耶 对 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爸哭 在高速公路路边 我就打电话给我爸哭 我爸就说 你现在打电话叫 那个拖吊车 把那个车拖走 后来你知道 就是引擎烧掉 就收了二十万 对啊对啊 不要说你了 我也不会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时候不可以 把那个盖子打开 哇 那个手会手透 我知道 那个会喷出来 其实当你遇到车子 有什么状况 我觉得你要冷静 真的就是先冷静 没有办法冷静 因为我后头一直起雾 我等一下把我抬车 你不要冷静 你不要冷静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把车 就是先停下来 自己人身安全OK的状况 范围先停好 那你当然就是先检查 像有一些客人 我发现他们不懂 他可能就 就像你说的冒烟 他是直接开到保養厂 说你就帮我修好 可能其实你只是一个水管 断掉 可能水像漏水而已 然后师傅就会跟你说 你要换整颗引擎 就像你讲 就花了二三十万 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自己懂得说 到底是坏什么 然后当师傅拆下来的东西 你都要请他帮你留着 留着 我当我去父亲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 我坏什么了 这真的坏了 一定要留着 我都不知道 不然会有什么借私还魂 那种事情 或者是根本没帮你修 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修好就直接抠我去 我就签单付钱这样子而已 对啊 他就跟你讲说 二十万一千万 他什么女暴君 他根本就女天使 对啊 是不是 太好了 那我还有一个很蠢的问题 因为后来我车子烧掉之后 他们就跟我 师傅跟我说 我跟你讲 那个要为他喝水 然后我就说好 就后来因为你知道 一招被蛇咬 十年泡草身 然后我就一边开 就一直觉得隐隐约约 我觉得车子好像要冒烟了 然后其实只是下雨有点大 所以我就停到路边 然后我就车上找不到水 所以我就 旁边有框保矿力水的 我就加了保矿力水的 这样可以吗 不行一般都加春水啊 或是真的不行的话 就先加水 我是说真的 你不要笑 这个人是你发觉的 对啊 不行 是他 你也是 我以你们两个人 在我旁边为耻 为什么 我是讲很多女生的心声嘛 不要说你了 我说我们也是 对嘛 对机械尝试真的不了解 对对 然后我们是忙嘛 忙完这车就交给车行嘛 对就是付钱 所以我们都不懂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可以问一下老板 那你自己盖不盖车了一下 也是慢慢转为 卖东西就像嘉莹讲的 我们台湾赞助的 真的太少 那你要自己烧钱的话 你要想办法赚钱了 对 然后你会衡量说 赚的哪一部分 可能拿来比赛 或是玩车 所以你自己也在玩车 对 也是跟女生 有点在比赛 所以她的女暴君的身份 还是没有 没有结束 还是这样 舍车为 都会玩 很多时候我们拿到方向 反正就疯了那种 你是这样子的 对 就平常就很文静 然后很珍藏 讲话都很珍藏 谁跟你讲平常别文静 没有 大家 现在就让大家看看 我们女暴君的工作情况 大家好 我是修车界的女暴君哦 脚尖的选手 跟男师傅比起来丝毫不逊色 女暴君修车时的专注模样 是不是也让你觉得非常迷人呢 哈喽 我是女暴君哦 欢迎来高雄 找我修车哦 最后一位奇女子 则是每天快乐地 穿梭在工地的钢筋美女 陈曼怡呢 她从小呢 就是在自己家里面 经营的营造公司长大 耳濡目染 对 那是小时候 对 然后呢 她就会觉得说呢 是不是她可以 继承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事情 不敢 还有一个哥哥 对 还有一个哥哥 曼怡你是钢筋的那个 对 去学这个钢筋的一个课程 她这个叫什么 专有名字叫什么 就是钢筋工啊 钢筋工 对对对 钢筋工 她完全看起来不像钢筋工嘛 超不像 对啊 你好像跳街舞的 好秀秀 漂亮 太笨重了 你以前学过 你以前毕业之后 做过别的事情吧 你本来学什么 之前吗 原本 我观光科毕业的 观光科毕业 对 就是 入社会的时候做过什么 是做过就是银行 还有做过那个 素食店的箱里这样子 对 做到箱里不容易耶 素食店要熬很久 是 刚好有个电芯开始 那去那边做 就剩比较快 然后就剩到箱里 你们家本来就是做营造 对 我父亲做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小时候就看他 这样子绑钢筋啊什么等等 是吧 比较常去工地 然后很多 就是我们工地会有很多工嘛 比如说板膜的 钢筋的 然后泥水的 对 然后还有砌砖的 很多那他都很多工项 那就从小就是看习惯 这样子 炉木兰 对 那你做了这些什么 做了素食店的箱里之后 干嘛又回去 帮爸爸做这个的 基于这个知识 一个你要调时差嘛 就是早晚班要互调 那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时间 现在很多那个雪旱工厂嘛 对啊 就是加班这样子 哦 对 对 加班 就给你加量 不加价 一票完到底 漂亮 对 现在小孩都好会讲话 对啊 真的不漂亮 对我来说不漂亮 对老板一定是很漂亮啊 对啊 其实员工很认真 像我们都是 快快快快 好可爱他 好可爱 对 所以你不干了 就不能这样讲 我想到 找到人生另外的方向 对 不能说我不干 还有别人在干 对 加脚好好啊 是 然后呢 后来就跟你爸爸讲说 你要跟他做吗 对 后来就回到家帮忙 这样子 对那回到家之后 你爸没有阻止你说 女孩做这个 做营造工夫不好 回来做 或者就是 开始开始做 那我父亲希望我就是 了解这个东西的轮廓 板膜 刚刚今天很多种种类嘛 这是从其中的工项去切入去了解 这样子 那时候刚好 新北市劳工具有这个课程 那免费的课程嘛 我们是客家人就是 就是你知道 琴姐就是我们的粉色 漂亮 所以不用钱 我们就是 就是很想去写 小亮 这个时候媳妇很棒 棒 有应景的精神 媳妇就四十岁 这样 是 但是他以后 你都发了我 四十岁不错 四十岁 对啊 很稳重啊 男人四十岁正好的 风华正茂 是 而且他以后可以在家里 帮你捆绑 衰十岁的 蛤 所有情趣 这个听起来到底是好 是不是 可是他女孩最棒 很棒 很棒 又会漂亮又会讲话 对 如果你以后跑哪里去 他把你拿钢丝把你锁 都拿出来 对 你不觉得 蛤 你老爸帮你 我本来觉得 可是后来给你们锁来锁去 讲的我有点心惊胆跳 对嘛 在你身上绑很多绳子 不是很 对 然后就去这个职讯局 对 就去学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跟 跟别人学呢 但是还是要考执照 对不对 就是免钱嘛 家里学 你要自个 要花钢筋 要花铁丝的钱 师傅要教这个就是 你知道 太会持家了 他帮你手裁 我跟你讲 我帮你老爸决定了 赶紧追啊 算计成这样你看看 你赞生小娘追她举手 不能这样 大家当然都赞成 因为不关他们的事嘛 对不对 不会这样 我就是名模 不好意思 我们叫反节舞 干什么 通有名模的身材 是 卖铁好棒啊 真的很棒 他爸爸也很棒 他自己也很棒 为了监工嘛 等于先学这个 所以有模板那些 你会去想学吗 这个 因为它比较 因为它只有三个选项嘛 模板 泥水跟钢筋 那这三个 我就是 虧估 这个钢筋 这个应该是最 不能说轻松啦 应该是我最好学的 钢筋哪有轻松啊 因为模板更重啊 泥水 那个水会从手套渗进去 这样手指会脏掉 所以这最好 你别看钢筋那不容易 不容易 对 给你几个钢筋 你能不能看散掉了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现场 那工地现场 不是都看到钢筋绑 一捆一捆那样子啊 我跟你讲 那个 曼仪很会绑 对 对 我跟你讲那个绑很重要 那建筑很重要的 所以你今天有带 道具来现场吗 当然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曼仪 跟我们小龙哥CK一下 太好了 等一下 我们现在是比武招亲 对 我们是反钢 反钢 你看太棒了 现在就让大家快乐地欣赏 这场绑钢筋招亲大会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曼仪带来 她绑好这钢筋的作品啊 但是呢 为了要证实 这真的是曼仪绑出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曼仪在现场 要帮我们示范一下 那刚好呢 我们小梁哥也觉得 这个钢筋好像绑起来太容易 就让小梁哥 我一点也不觉得 不觉得吗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工作 那就请曼仪来教我们小梁哥 然后你也绑绑看 看这个绑钢筋 是不是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这个是要干嘛的 这个是那个 钩子 钩子要干嘛 就是 不就是用绳 那个把它绑上去 好好好 这钩子要干嘛 就是要把它这样弄起来 不识人厌厌 那麻烦您先示范一个好吗 就是这样子 要不要 这边先进去 然后这样 最好是踩着 比较方便 不容易哦 就把它卷卷卷 对 就这样 看起来很有 你看 你有看到吗 被你的头发挡住了 那你要帮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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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稍微睁起一点 要不然我老师傅要下场 对 这样子 没有没有 你后面留太长 后面留太长 他刚刚有讲过 你都没在听 后面留太长了 对 你在旁边倒是 你要在 你要用钩子让它拉紧 当它弯的时候 它就会变紧了 对 它中间就会竖紧 对 然后 就是 这钩子 这个 就是 你知道 这样子吗 好像跟我的不大一样 有吗 哪里不一样 这边 这边你要抵在上面 我 龚龙哥 龚龙哥你真的要来一下 我真的看不懂 它在弄什么东西 这是生活体验 你知道吗 掌声鼓励 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弄什么东西 这样套过来的 对 对 好聪明 做得真好 S and O P 就是S O P 然后呢 对对对 这样子 然后再用钩子 把它拉起来 拉起来 拉起来 对 学一下让它紧一点 紧一点 对 还有脚踩 没错 对嘛 对 然后这样 让它压过来 对对 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是是是 对 就是这样 好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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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真的 很棒 很棒 诶 诶 我刚刚的动作跟你一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这样 小梁啊 你也太不争气了 不过 由此可见 绑钢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看这几个女的都很厉害 嗯 真的 我觉得这是 女的出英雄 不过你们有被 被男同事 或男的这边所歧视过吗 在各方面来讲 俱伯林 俱伯林是华唐的好员工 没有 我们在男性跟女性的计事 都一视同仁 是吗 对 薪水呢 薪水呢 都一样 漂亮 对 很好 家里呢 在开车 其实有 就是当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然后朋友在看台上看 当我跑得好的时候 就听到旁边的人在讲说 那是车改得好 然后当我跑不好 那那吃不了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会被人拿到去 对 他只是叫放假里监工的 在工头来讲 女孩的工头很少 那管工人是个学问 对 那你有 你怎么跟他们相处呢 这我可能就是 一笑百妹生 回眸一笑百妹生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 你不能老回眸啊 每次都回眸 然后闹 闹丢 闹丢 对 其实 其实有时候相处 就是我们跟男生 跟男生的 他们讲话 可能就是有一些 台湾的一些 助识比较强烈 对 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子 就好好跟他说 那开个开个玩笑 那当然他们也会开 黄枪啊 或是耿丁 烤碎这样子 那就是自我幽默化 警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在 是这个做营造工作 从小这个环境长大 也蛮特别的 对 现在都是工人啊 然后劳工阶级啊 对 等等等等 那环境 其实对一个小女孩来讲 一定也很有意思嘛 对 跟他们 其实人家的箱子都是一样 对 但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 对 就是 就是后来就蛮习惯 就是那种黑色幽默 或是开黄枪什么 都很习以为常 对 不不他还是很女孩子气 是啊 你看他女孩子 是蔓延女孩子气中 又有点